最新版的PS还有一项更新 就是引入了酷的概念 这个是在经典的版本里面 这个是没有了 酷顾名思义就是存放重要东西的酷房 就是资源酷 我们可以把各种形式的资源放在酷里面 那么这样做有什么用呢 酷的作用就可以使很多多个文档 使用相同的资源素材 让这些资源素材反复的重复的调用 这样可以让团队协作变得更加的便捷 那这个酷在什么地方呢 怎么用呢 咱打开PS 可以打开一个现有的PSD 打开一个PSD文档 那在窗口菜单这里 就可以找到酷啊 这个酷的选项卡 现在我这里呢 把这个酷这个面板 放到这个最右边了 大家看我这里啊 现在这里是空的 我们可以用拖放 就是 比如说我想把这个logo 我把logo呢 当做一个经常用的一个资源 我可以用拖放 把这个资源呢 拖掉到库里面 然后我还可以打开 比如说吧 我想把这个logo呢 也放到这个文档上 那就拖转啊 也用拖转 选中这个logo 这个素材库这个资源 从库里面拽到这个文档上来 这个时候 他会提示你啊 拽过来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智能对象 如果你想拖拽啊 原始的PSD呢 需要按照out键 或者使用库面板的这个置入图层命令 好 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过来是一个智能对象啊 把这个放一个位置 然后呢 按一下回车 看一下这边图层面板这里的啊 多了一个智能对象的图层 这个logo图层 那么它和一个正常图层啊 都是一样的用法 创建库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下面啊 点这个从文档来新建库 点这个按钮 然后就可以把现在这个文档里面的字符样式 还有颜色 还有图层样式 这些呢 都导进库里来 可以点这个啊 创建新库 这样看这边 就创建了一个PS教程2啊 这样的一个新库 那么这个库呢 就是包含这个文档 图层里面的颜色呀 字符样式啊 还有图层样式 那我可以把这个创建好的图层样式 比如我把这个呢 可以分类 我把它规制到 移动到样式这个库里面去 移动到样式这个库里面去 也就是说这些资源呢 都可以在不同的库里面呢 来复制啊 移动啊 进行这样多样化的操作 那刚才我说的这个呢 可以说叫做本地库 就是我们都是用的现有的 自己这个文档啊 自己创建的 自己找一些素材 这是本地库 其实还有一种呢 叫做网络库 网络资源库 那这个网络资源库呢 就是这个啊 就是Adobe Stock 啊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在线图库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啊 直接搜索 比如搜索 呃 男孩吧 搜索男孩 啊 啊 网速不太快 然后他就会搜索这个 这个网站上的一些呃 免费的呀 或者收费上的素材 这个大家呢 看看就可以 如果你觉得你这个好用啊 能用的话 也可以用 你看这是出来很多小孩子 这个素材 啊 这个就也可以直接来用 把这个呢 拖在这个文档上 啊 也可以直接拖过来 主要这个呢 是带着水印的 有些呢 是需要购买的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 那刚才我用了这个搜索的功能 那这个搜索功能呢 还有一个快捷键啊 就是Ctrl加F 嗯 按一下这个CtrlF 这样就可以弹出搜索这个对话框 那这个对话框呢 不只是能搜 stock这个素材 还可以搜索全部 什么全部呢 只要跟这个PS Photoshop相关的 这些内容都可以来搜索 啊 搜索 Photoshop 或者搜索这个相关的教程帮助文档 还就是搜索这个stock图库上素材 啊 这个功能就把所有的这个搜索呢 都聚合到一个对话框里了 比如说 嗯 我搜索个肉 搜索这个肉格式吧 啊 这个时候就会显示出关于肉格式的一些帮助啊 还有这个命令在哪啊 快捷键多少啊 那这个对于软件学习呢 还是有些帮助的 值得注意的一点啊 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快捷键 这个快捷键呢 是Ctrl加F 那这和之前咱们学到的那个滤镜啊 重复操作滤镜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跟这个啊 跟这个滤镜里面的最鼎声这个啊 上次滤镜操作这个命令的原来这个快捷键呢 发生冲突了 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最新版本的PS呢 它的快捷键变了 变成了Ctrl加Alt再加F 所以这一点呢 大家要注意啊 比如说 哎 我还是按照以前的习惯啊 按着CtrlF 结果蹦出来一个搜索了 这跟以前的也不一样了 这个大家了解了就可以了 好 感谢观看